徐晓鑫她平常当然有在经营她的选区 有在经营她的战力 大家有目共睹 徐势活力震撼破表 但是呢 来看一下 资政国民党立委认为 有年轻的国民党 有年轻人对国民党好事 但是呢 她认为 晓鑫的选举手段会不会太激烈啊 不论是否能进立院 都要弥补党内的关系 别让大家都怕她 少了合作机会 她说徐晓鑫如果 仍然维持声量对党内开火 可能到最后怎么上去会 怎么下来 董哥您怎么看呢 国民党不纪明的资深立委 立委员好像只有一个 姓赖 这我不晓得是不是她 只有赖事宝是资深立委 其他没有人资深 因为我通通认识嘛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费宏泰 费宏泰就不要不纪明 他应该纪明出来讲 因为他是跟他对 等于说对打的嘛 那如果照这样的话 就是说在整个选战 因为习晓鑫跟费宏泰选战 引起全国的关注 那他不只是他这一战 因为大家也知道 民进党监委之战 也是现任的被拉下来 然后台东 也是一样现任的刘兆豪 被拉下来 所以大家就想 哇现在是不是很多人都想改变 没有错 欠举是欧巴马 那时候选举的口号 那很多人也想改变 因为改变这几年太分了嘛 光疫情就三年 光恶务战争 就让大家觉得很恐慌 其实这些都有一个这样的因素 那费宏泰跟习晓鑫之战 他也不是费宏泰做不好 费宏泰很优秀 那他就怎么样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其实是一个总统 选举的一个氛围 大家就觉得这几年太窝浪了 譬如说以立法院来讲 去年选政立法院应该是扮演最重要角色 去年结果是台北市议会 表现最抢眼 那立法院有很多委员很优秀 可是大家把它算一算 好像都是女生 也没男生 譬如说我随便挤一挤 郑立文 李贵明 游宏兰 警大教授你看 以前民党有个领域委很凶 结果发生冲突的时候 游宏兰一把把他头发抓起来 哇 全台湾人人混混叫好 哇 太棒了 游宏兰果然不亏是 侯友宜同班同学 警官学校出来的 那大家也看金门的陈一针 大家讲女战将 高金他虽然不是国民党 但是大家也知道他是蓝营的 还有马文金对于金士 还有国防的了解 下很多工夫 还有许淑华 他现在当选的那个蓝头战 他以前也是被认为女金刚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哇 有这么多的那个 你想到立法院表现的 好像也都是女生 那这一次 习晓兴他当然因为 他其实第五年当议员 他前面也没有那么鲜明 可是从议员选战一看 哇 大家一看 这些人太会打选战 而且他们打选战的手法在哪里 在于他用很多过去民进党那些年轻人的招数 所以这个要特别的用功了 你要在键盘里面去爬梳很多网路的东西 云端里面的消息 而且还不能打错 那我觉得说他自己个人有他非常认真的地方 那这个当然也表示了说 他的票已经不只是传统民进国民党的票 国民党传统的票 他未必比飞鸿带奖 他已经有很多其他族群的 那这种票啊 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现在在台湾选举 国民党跟民党 一到七年的态势 是抢下很多喔 对不对 媒体都在做 哇蔡英文已经留了多少票了 从817开始去推算嘛 对不对 那现在呢 现在发现说 原来国民党自己有这样的人才 而且很敢赞 那这个就让大家有兴趣了 觉得说我们需要这样 对 中年选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年轻选票都说 他跟我们同一国的 其实年轻人的选票并没有那么利 可是过去被民党催化 就变成天然独 天然台 那现在发现不是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就变成很多人 厌力投射在他身上 那他的整个背景就是我讲的 这些一届女流 老实讲 金国不让西眉 已经超越西眉 我甚至要建议国民党 国民党大家知道 不关系立委 安全名单13 14 7年到13 民进党也一样 我先是建议国民党 前面7名通通给女生 那后面再来互相分配 我们现在这两个党 这几个党 这四个党都很笨 都是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人才不是这样搭配的刚刚好 现在女生比男生优秀太多了 你看这几人的表现 也要先瞧得定 现在就是很难瞧了 所以郑昭声也说 这一次乔星这样子的 大错全胜代表着 向社会宣告 党员不是反革命的同意词 他说证明了并非十股不化 无法沟通的僵尸 游英龙也说了 你看刚才董哥讲到的 监委大战 心肺大战 刘赖之争 三个先任立委都中箭落马 这个叫做民主的胜利 虽然杀了刀刀见骨 但是这接下来就要看了 谁整合比较快 我觉得今天徐晓星会赢 可能和他并不是年轻世代里头 我们知道有些年轻世代的国民党 有点绿 所以并不是这么 因为他们会考虑到 觉得你要吸引年轻人 他们要模糊一点 所以他们可能要在党员投票会拿不到 可是徐晓星大概没有这个疑问 就是说大部分的国民党党员 如果看到徐晓星 就不会觉得他有点 好像在意识形态上面 没有表达得很清楚 他非常清楚 我觉得这个当然有帮助 大家也会感觉到说 就像刚才董哥讲 去年他确实帮我们揭发了很多的弊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些人现在会看到 觉得说国民党好像战力不够 觉得说有他有王黄威 感觉上战力会比较够一些 而且很奇怪 这些女性的议员 变成如果选上立法委员 他们战斗力真的不出男性 真的是 我觉得会让很多的政治人物 这个部长都会批批刷 觉得说被他执行了 就很惨了 的确那国民党 有没有更多的强棒 更多的战将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国民党的北市党部主委 黄吕锦茹就说 杀到剑谷 未来会不会难以整合 大家的问题嘛 国民党方面很有自信 可以整合起来 徐晓星这一次的空战策略 非常的成功 比过去的打法更进化 国民党以后要调整更多的战略 叶元芝也说 这一次呢 要扭转大家的印象 以团结的国民党来战胜 各怀鬼胎的民进党 大千哥你怎么看呢 这一次的心肺大战 对我想 其实为什么新生 这个代 或者是这个年轻世代的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对于党内初选的这个党员投票 会比较担忧 这是其来有致的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 单一选区的过程当中 其实通常因为立委 他是在单一选区里 所以他经营这个地方党部的这些 或者是特种党部的这个力道 相较于议员来说会更强 就是因为立委只有一对一的对决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更不要提到说 因为是老将型的立委 所以他跟地方党部的这些党员 或者是跟黄复兴的党员的关系 就更为密切了 那么这是为什么 在这一次台北市的 很多的党内初选里 你会发现只要讲到 要有30%的党员投票 就有很多年轻世代的政治人物 打退堂鼓了 因为他认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见得讨得了好 只有一个人反其道而行 就是徐晓星 那么因为徐晓星反其道而行 所以最后证明 国民党的这些死忠党员 他内心的看法跟想法 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这是徐晓星证明出来的事情 所以你说如果这一次的党内初选 其他的选区的新生代 也没有打退堂鼓 那么他们也未必会输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从民调也好 从党员投票也好 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或者说今天这个传统的选民 都支持要年轻化 都支持要世代交替 都支持希望能够再给年轻人 多一点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